哈啰,大家好,我是Yong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对Handstand,手道力或者是任何道力的话 为什么Navasana在瑜伽的练习里面 Navasana和Lulasana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它就是正在练你的手臂力气 还有你的核心力气 练了有一天,那么你就可以从Navasana 来到Lulasana 再从Lulasana去到你的Handstand 然后今天我们练习一下 所以首先,简单的Navasana 尽量用你的核心把膝蓋靠近 再把膝蓋靠近你的胸膛 脸部放松,肩膀放松 其实你核心坐紧的话 你最酸的地方 其实就是你的核心,在启动你的核心 再从Navasana 你可以cross脚,手放下来,推 来到这个是Lulasana 那我们就想像有人推你的两个胸中间 再把膝蓋上天空的感觉 这两个动作 如果你加强的话 就是一直在练习练习练习 你就可以从Navasana 缩起来来到Lulasana 再推多一点,继续推的话 你可以来到Handstand 那第一个是从 那第一个是从 这里的Navasana 从Navasana 靠近,开始启动你的核心 启动多一点点 再cross你的脚,你就可以来到Lulasana 你就可以回到Lulasana 现在分享就到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 在课堂里面呢 老师不管是在简单的课 就是初学级的课 或者是中级的课 我都很少会拿掉Navasana 或者Lulasana的练习 因为去到一些中级或者高级的 语教知识的时候 核心是少不了的 所以不要忘掉你的Navasana 拜拜